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今天我们要跟同学继续来谈银行的外汇业务 那么我们在上一讲当中跟同学谈银行的出口外汇业务 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谈的一样是有关于出口的部分 那么银行它办理的出口的外汇业务 那么另外我们今天要跟同学来谈的有哪三个部分呢 第一个我们来看到今天的课程大纲 首先的话是应收账款成购 另外呢中长期出口票据贴线 另外还有呢预售远期外汇 好首先我们就来看到今天的第一单元应收账款成购 那么所谓的应收账款同学应该都了解啊 也就是说企业呢它货物销售之后呢 那么对于呢这个买方来说的话呢 它就对买方有一个应收账款 那么这个应收账款当然是还没有入账啦 那么等到这个时间到的时候它才会入账 也因此的话呢如何来确保这个应收账款呢 是能够确定的能够收回的 那还有呢在还没有收回这个账款之前的话呢 那么厂商可能会有一些周转上的一个压力 好的因此呢出口的银行啊 就是出口地的银行呢 那么它就可以呢来啊 透过呢这个银行的一些业务呢 来帮助出口商啊 那么来进行呢这个款项的一个收取啊 好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到呢 所谓的应收账款的成购它的意义是什么 金融机构啊 那么当然呢不仅是银行啊 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金融单位啊 不过多数都是银行 它买进出口商对进口商的应收账款的债券 承担进口商的信用风险 进口国的政治风险以及外汇移转风险 并且提供账务管理 应收账款收取 还有出口贸易融资等 多项服务为一体的整合性金融业务 那么经营这个应收账款成购 也就是Factoring的金融机构呢 我们就称它为是Factor 好那么呢 所以啊这个应收账款成购呢 它指的就是由银行来成购 出口商对外的应收账款 那么既然是成购 那他就是买进来了哦 那么买进来呢 那当然就是会先付款给出口商 好所以呢买进这个应收账款的债权 并且承担呢 钱收不回来的风险 好所以呢我们就来看看 对出口商来讲 它什么时候适合跟银行呢 来办理这个Factoring的这个业务呢 适用的场合是以先交货后付款的条件 譬如说像OA啦或DA啦 这一类的付款条件来销售货物 或者是提供劳务所产生的应收账款 因此如果说呢 我们是用LC啦或者是DP DA等等 DP呢这种付款方式的话呢 那当然就不适合啊 用Factoring的这样的业务方式 可是我们也知道呢 目前在国际间呢 有非常多的交易呢 都是采用所谓的先交货后付款 尤其呢采用OA的方式来付款 那么对出口商来说呢 用OA方式来付款 真的是风险很高 首先的话呢 我们先把货交给进口商 进口商就一直去提货 那么等到约定的时间到的时候呢 他才付款给我们 那我们就会担心 如果进口商到时候不付款 那我们的钱就收不回来了 可是我们的货也被提走了 那么另外呢就是 在还没有收回款项的这段期间当中的话呢 出口商他会有资金周转的压力 也很可能呢 进口商呢 他可能有很大一笔应收账款 那么是要给这个出口商的 可是在这个钱还没有收回来之前 出口商他如何呢去取得资金 那么来融通自己的资金的周转呢 那么透过呢 这个Factoring的这个服务的话呢 他就可以解决这两项问题 也就是说呢 Factor也就是银行呢 他会先电款给受益人 那当然这电款是要收取利息的 而且这个Factoring的这个业务呢 也是需要啊 这个有那个手续费的 那么另外的话呢 他要承担啊 这个钱到最后呢 收不回来的风险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时候呢 他成购了这个应收账款呢 他买进了这个应收账款债权 就变成由银行 去跟进口商去收款 那如果收不回来呢 这个风险都要由银行来承担 所以进口商呢 他一旦收到这个Factor 给他的这个资金的时候呢 对他来说 这个钱呢 就几乎呢 就是他的了 好 那么因此的话呢 对这个受益人来说 采用OA或DA方式的 这种先交货后付款的方式呢 来交易的时候呢 Factoring真的是可以给他呢 非常多的一个帮助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 Factoring它的分类 简单的分类来说的话呢 它可以分成两个 第一个的话是有追所权的 第二是无追所权的Factoring 所谓的有追所权的Factoring 指的是说 如果Factor没有办法 向进口商收到款项 它有权要求出口商 偿还Factor已经支付的款项 而无追所权的Factoring呢 指的是 如果Factor没有办法 向进口商收到款项 它不可以要求出口商 偿还Factor已经支付的款项 那么因此呢 出口商就可以有效地 借此来规避进口商的信用风险 以及呢 进口国的国家风险 那么目前呢 在市场上呢 银行所乘坐的大多数 都是没有追所权的Factoring 因为呢 同学想想看 对于出口商来说 如果说是有追所权的Factoring 那么它就没有办法呢 有效地来移转呢 信用风险 还有国家风险 所以呢 它当然会比较偏好呢 是无追所权的Factoring 可是呢 相对的来讲 这种无追所权的Factoring 它的手续费 也一定是比较高的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到啊 如果说我们要跟银行 来办理呢 这个Factoring的这个 业务的话 那么这个流程 该怎么来进行呢 好 那我们说 先假设一个例子啊 假设有个出口商 跟进口商 它约定是用OA的方式 来付款 那么出口商就要先交货啦 那么出口商 对进口商的这个信用呢 存有疑虑的时候 那么此外 出口商呢 因为它有资金调度的需求 希望能够获得资金的融通的时候 它都可以呢 用Factoring来解决呢 它这些困难 所以它决定呢 跟国内的银行 来申办Factoring 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到 这个流程了 好 那么这个流程呢 有点复杂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到呢 最上面的是1 出口商跟进口商 用OA的方式来签约 接下来看到左边2 出口商它要先跟它自己的银行 也就是出口地的Factoring 来申请进口商的信用额度 就是说我的进口商 它可以有多少的 这个应收账款的额度呢 好 出口地的Factoring 它就要去跟进口商呢 来衡量它的信用状况 可是它不是自己去的 它呢 把这个额度的申请 转给进口地的Factoring 让进口地的银行呢 去做征信 还有审核 然后呢 再来呢 核定这个进口商 它可以有多少的应收账款呢 让银行呢 来乘购 所以审核结果通知 给出口地的Factoring之后呢 出口地的Factoring 银行它就会通知给出口商说 告诉你呢 这个进口商 它可以有多少的额度 好的 接下来就是由出口商 跟出口地的Factoring 他们呢 在这个额度之内呢 可以签订这个应收账款 乘购的这个契约 好的 那么出口商呢 接下来8就是在上面了 它就可以呢 比较放心的去出货 还有寄送运送单据给进口商 进口商就可以直接去提货了 那么 有关于这个应收账款呢 出口商就可以根据 它跟银行的这个契约 就可以来办理呢 这个Factoring债权的移转 由银行支付 不超过发票金额的融资款 一般来说的话呢 大概会付到货款的八九成 好的 那么接下来呢 出口地的银行会把这个债权移转呢 给这个进口地的银行 再由这个进口地的银行呢 依照时间去跟进口商呢 来收款 那么如果收到货款之后呢 它再会转给出口地的银行 再由出口地的银行呢 把之前 我们说八九成嘛 那么剩下不是还有一两成吗 然后还要扣掉呢 融资本息还有费用之后的余款呢 再付给出口商 好的 那么透过呢 出口地以及进口地 两家银行的合作 那么就可以非常的方便的 让出口商呢 既可以享受呢 规避信用风险 还有国家风险的一个好处 而且呢 它也可以先行获得呢 银行呢 给它的资金的融通 那么我们所举的这个例子的 这种Factoring呢 我们就称它为是呢 Zone Factory 也就是说呢 出口地有一个Factor 进口地呢 也有一个Factor 那么就有两家银行呢 共同合作来帮助呢 出口商呢 可以呢 事先的啊 那么呢 取得呢 这个应收账款 好的 那么接下来呢 有关于Factory应收账款 成购的这个业务呢 我们有问题跟讨论 那么我们看看呢 问题是什么 应收账款 成购业务 可以为出口商 带来哪些效益呢 好 那么呢 除了我们刚刚所说的 两个主要的好处之外 是不是还有什么 其他的效益呢 好 我们来跟同学呢 归纳整理呢 Factory到底对出口商 有哪一些好处呢 第一个 可以规避进口商的信用风险 还有进口国的国家风险 那么啊 例如说呢 国家主权上市啊 或者是禁止对外汇兑等等的 第二个 可以获得资金的融通 并且可以及时的规避 可能的汇率风险 第三 Factor 协助进行账务管理 以及呢 催款的服务 第四 可以将应收账款呢 转换成现金 具有美化财务报表的效果 好 那么Factor呢 它不仅啊 先行呢 这个融通款项 它不仅呢 吸收了啊 这个出口商所承担的这个风险 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 我们在第一里头提到过 Factor它有帮助出口商呢 做账务管理 账款催收等等的 这方面的服务 那么可以呢 省却出口商有关于这方面的一个人力 或者是费用的支出 另外的话呢 即使你没有啊 这个资金的一个压力 但是 这个业务呢 可以让你原来在 报表上面啊 就所谓的这个财务报表上面的这个应收账款呢 转换成现金 虽然说它是资产 可是呢 当然呢 对一般的企业来说呢 现金要比应收账款呢 那么这个资产呢 来得呢 更好 也因此的话呢 具有美化财务报表的这个作用 那美化财务报表呢 那当然呢 不仅呢 是对于呢 这个企业的啊 这个 跟银行的这个融资的能力啦 或者是呢 对于投资人对他的信心呢 那么都也是会有帮助的 好 接下来看到的是下个问题 如果进口商已收到的货物 与契约不符为由 而拒绝付款 再无追索权的情况下 乘购商仍以保证付款 给出口商吗 好 那么这个问题的话呢 就比较复杂了 也就是说呢 进口商不付款 它可能有很多种情况 那什么时候 这个进口商不付款的风险 银行会吸收 而什么时候 这个风险银行不吸收呢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解答 Felter承担的进口商的信用风险 仅限于进口商因为 倒闭 破产 死亡 法院裁定重整等等原因 而没有办法付款的风险 它并不承担因为商业纠纷 而拒绝付款的风险 也就是它不承担进口商 不愿意付款的风险 也就是说 即使是无追索权的 这个Factoring 那么呢 如果说是因为 可规则于出口商的过失 所产生的商业纠纷 而导致进口商不付款 例如这个货物的品质或数量 不符合契约 或者是交货已经迟延 等等的 这个时候呢 Factor它仍然是可以要求出口商 买回这个应收账款 并且偿还Factor已经兑付的金额的本金 还有利息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 对出口商来说 你可不要以为 任何这个应收账款 收不回来的风险 银行它都会吸收 其实呢 银行所承担的信用风险 只限于进口商 没有办法付款的风险 Factor它不承担 进口商不愿意付款的风险 所谓进口商不愿意付款 就是比如说 出口商你所交的货物 是不符合契约的 比如说数量不符啊 品质不符啊 或者交货时间不符等等的 进口商它不愿意收这个货 不愿意收这个货 它当然就不愿意付款 而因为这样子不付款 所产生的风险 银行是不吸收的 因为呢 银行没有办法去判断呢 你们双方之间 这个买卖纠纷的是非取值 它不知道是谁对谁错 它并不知道 进口商到底该不该付款 所以如果说 是因为商业纠纷 所导致的收不回货款的话呢 银行不承担 换句话说 出口商之前从银行这边 所收到的款项 它还必须要呢 再偿还给银行哦 那么这个是呢 我们在办理呢 Factoring的这个业务的时候呢 一定要特别注意的 不管是银行 或者是不管是客户 这个呢 都是非常重要的 要注意的地方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进行我们这一讲的 第二个单元 是中长期出口票据贴线 那么首先我们跟鸿雪呢 说明什么是中长期出口票据贴线 Fuffeting 它指的是 金融机构在没有追求权的基础上 以固定利率贴线的方式 买进银行保证的付款票据 包含汇票或者是本票 并且在预扣利息之后呢 将款项付给出口商 金融Fuffeting的这个金融机构呢 我们称它为是Fuffeter 那我们要特别提醒同学的 就是这一项业务呢 它多数都限于呢 中长期的 也就是说呢 出口商是以中长期的 这个付款的方式呢 那么给这个进口商的 那么也就是说呢 进口商呢 它可能是分期付款 可能是呢 经过一段时间以后 它才需要付款 然而付款的时间是很长的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呢 跟银行呢 来洽办这个Fuffeting的业务 那么由银行呢 买进这个中长期的票据 不管是本票或是汇票 那么由银行买进 那就是由银行来贴线这个票据 那么帮助呢 出口商呢 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 这个资金的融通 并且它一样的是无追索权的 所以呢 它也会吸收呢 这个呢 钱呢 那么没有办法呢 顺利付款的这个风险 好 那么我们来接下来看到 是适用在什么场合呢 那么第一种呢 我们要跟同学来谈的是 适用在中长期设购 或者是分期付款 第一个情况是 当进口商呢 是开立本票给出口商 进口商它可能根据这个契约 根据这个买卖 它开立一张或者是多张本票 那么同时呢 请银行对本票附加保证 那么以这些本票支付给出口商 那么当出口商呢 有资金需求的时候呢 就可以根据啊 这一些经过银行保证的本票 向金融机构呢 来申办forfitting的一个业务 那么用这些本票 向forfitting呢 来办理贴线 好 那么这个例子呢 我们看到流程图 首先的话呢 进口商开本票给银行 请银行对本票加以保证 然后将这些经过银行保证的本票 那么出口商呢 就可以呢 跟银行呢 来洽办这个forfitting的这个业务呢 由银行呢 来买进这个本票 并且呢 付款给这个出口商 贴线给这个出口商 好 那么这个是 进口商开本票 我们就说 进口商呢 他自己开本票 然后呢 承诺他到时候 愿意付款 可能是一张 可能是多张 那么根据这个期限呢 他承诺他愿意付款 可是当然呢 我们就不相信进口商的信用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特别要求 这个本票 必须要经过银行保证 那也因此 经过银行的保证的话呢 那么一般的forfitter 也就是出口地的银行呢 是比较愿意来办理贴线的 那么接下来看到第二种情况 那么不是由进口商开本票 而是由出口商开汇票 那么出口商开的一张 或多张 以进口商为付款人的汇票 由进口商承对汇票 当然如果说forfitter 对进口商的信用风险 有疑虑的时候呢 他也会要求 必须要有银行 对于这个汇票呢 这个进口商承对的汇票呢 再来附加保证 那么当出口商 有资金需求的时候呢 他就可以凭这个 经过承对的汇票 或者是经过银行保证的 承对汇票 向金融机构forfitter 来办理forfitting的业务 那么用这些票据呢 向forfitter来办理贴线 那么一个简单的流程 跟同学来说明一下 首先呢 出口商 他开立很多张 或是一张 以进口商为付款人的远期汇票 由进口商来承对 那么这个承对汇票 也许要向银行来 这个请他保证 也许不用 那么这个经过承对的汇票呢 向forfitter 那么呢 来提示之后呢 就可以由forfitter来买进 这个汇票 那么并且付款贴线给出口商 好的 那么呢 这个是如果说了 双方呢 是采用了本票付款 或者是汇票付款的情况 是这样 然而在我们国内的话呢 更多的情况是 如果说出口商所收到的是 一张远期汇票的话呢 那么他们经常呢 透过forfitting的方式 来呢 向银行呢 来办理呢 这个贴线的一个业务 好的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到 为什么在远期付款的 付款方式之下 出口商会有这种 办理forfitting业务的需求呢 大多数的原因都是因为 鸭汇银行对于 开创银行的信用 或者开创银行所处的国家 或地区的政治经济情况 缺乏信心 出口商他担心开创银行到期 鸭汇银行担心 开创银行到期没有办法付款 所以他就不愿意对于 这样的远期付款呢 来办理鸭汇 所以呢 对于呢 出口商来说 他虽然收到的是一张信用状 然而呢 他可能会碰到的困境是 没有银行愿意办理鸭汇 而银行不愿意办理鸭汇的 主要的考量是 期限很长 或者是 他对开创银行的这个信用呢 他不是那么有信心 那么他害怕夜长梦多 时间太长 这一鸭汇 那么收款的时间拖长了以后呢 那么可能呢 会对他产生太大的风险 所以他不愿意压汇 那么当我们没有办法呢 用远期信用状去跟银行办理压汇的时候呢 银行通常会提供给我们另外一种选择 也就是forfitting 好的 所以呢 我们用远期信用状作为例子 来跟同学说明啊 这个远期信用状之下的forfitting 该怎么来办理 好 那么一样的 这个流程呢 蛮复杂的 我们首先来看到最上面的 出进口商呢 双方签订了中长期的买卖契约 然后呢 来看到第二是二 进口商去向银行申请开发远期信用状 三 进口地的银行呢 他把信用状开出去 给出口地的银行 由出口地的银行呢 通知给出口商 那么出口商就本来应该是要出货了 可是呢 如果说 押汇银行告诉他说 这样的信用状 他通常是不太愿意接受押汇的话呢 那么出口商呢 他就会啊 那么跟这个银行啊 就是forfitter呢 那么签订这个forfitting的这个契约 好的 那么签订了契约之后呢 那么他才敢出货 出货之后呢 把这个根据信用状所 准备的这些单据 还有远期汇票 提示给这个forfitter 那么再由forfitter呢 寄去给开状银行 请开状银行呢 承对并且确认这个到期日 汇票到期日 所以呢 forfitter他并不是说 这个汇票我就直接贴线了 不是 他要把这个汇票先交去给开状银行 请开状银行承对了 有了开状银行的承对 保证承诺forfitter他才敢买下来 这个时候呢 他才贴线买进了这些汇票 并且付款给出口商 然后呢 等到到期的时候呢 他再去请开状银行呢 对这些他已经成对过的汇票呢 来付款 好 那么所以呢 这个forfitting的业务的话呢 那么对于出口地的银行来说呢 我们要非常注意就是 这个贴线并不是出口商的这个远期汇票 我们直接就贴线了 必须要去请开状银行呢 承对 承对汇票 那么获得呢 开状银行的一个承诺 保证之后呢 我们呢 才可以呢 放心的贴线这一张汇票 那么远期汇票 那这样子的话呢 对银行来说是比较有保障的 好的 那么有关于呢 forfitting 我们一样的用Q&A的方式呢 跟同学呢 来做进一步的讨论 那么对出口商来说呢 用这个forfitting的业务 它可以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当然我们首先知道就是 它可以获得融资的好处 那另外它还有哪些效益呢 我们跟同学归纳整理出来 第一个 它可以降低交易的风险 包含信用风险 还有政治风险 因为呢 这个 它是无追所权的 forfitting呢 通常都是无追所权的 也因此 如果说呢 银行 forfitter 它没有办法呢 顺利地收回款项的话呢 那么出口商也不用归还 第二的话呢 是可以获得资金融通的便利 那么因为出口商 因为银行呢 那么它跟出口商呢 买进了这一些票据了 第三的话呢 可以提高呢 出口商的竞争力 第四呢 forfitting它是没有罪所权的 所以除非可以规则于 卖方的商业纠纷 否则的话呢 forfitter是不需要 是不可以向出口商呢 来追回呢 已经付的款项的 那么关于呢 第三项 也就是说呢 可以提升啊 这个出口商的竞争力 怎么说呢 因为呢 如果说呢 我们可以用 forfitting的业务呢 来向银行啊 那么来移转风险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比较放心的 跟进口商呢 采用长期的付款方式 那么对进口商来说的话呢 可以把付款的时间往后延 那当然呢 它是比较乐见的 那么可是呢 付款的时间往后延 相对的对出口商来说的话呢 它的风险就比较高 但是如果我们可以用forfitting的话呢 那么它可以 它可以避免掉呢 这个因为中长期付款呢 所可能产生的风险 也因此就可以放胆的 大方的用中长期付款的方式呢 来跟进口商报价 那当然呢 就可以提升呢 我们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那另外的话呢 要跟同学来提醒的 就是forfitting呢 跟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factoring一样 forfitter呢 它并不承担 因为商业纠纷 而产生的进口商 不付款的信用风险 因为呢 银行它没有办法去判断 或者是来解决呢 彼此之间呢 你们出口商跟进口商的 这个商业纠纷 所以它并不知道 它也不需要去判断说 进口商它到底是 这个不付款的原因 这个商业纠纷的原因 进口商是不是有利 总之呢 如果说是因为商业纠纷 进口商呢 用这个理由 而不付款的话呢 那么 之前贴线过去 给这个进口商的 这个款项呢 进口商是 出口商的款项 出口商呢 是需要归还的 那么这个道理呢 跟fattering是一样的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跟同学来谈的是 我们这一讲的 第三个单元就是 预售远期外汇 那么预售远期外汇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首先来看到 它的定义 它的意思就是 外汇的收取者 譬如说出口商 它为了避免汇率 变动的风险 确保它兑换 外汇的收入 预先用远期汇率 将外汇卖给银行 那么这个是呢 预售远期外汇的意义 来看到呢 它的限制 根据我们国内的规定 预售远期外汇 尤其像出口商的话呢 通常要办的是 由本金交割的 远期外汇交易 df 它的对象是 有实际外汇收支需要的 那么才可以来办理 远期外汇的预售 那么我们在讲到 这个外汇交易的时候 我们讲远期外汇交易的时候 我们说避险者 那通常呢 像出口商 那么未来呢 他才要收到外汇 可是他担心呢 可能会有汇率变动的风险 所以呢 他就跟银行呢 来预售远期外汇 那么希望呢 能够来固定呢 这个外汇的汇率 那么对于银行来讲的话呢 办理这种 这个预售远期外汇的业务的话呢 它的对象 多数都是 有这个 外汇收入的这个 企业 比如说像出口商 那么我们国内目前规定呢 这种DF 就是有本金交割的 远期外汇的这个 交易的话呢 那么出口商 他必须要提供呢 这个交易的文件 那么才可以跟银行呢 来申请办理 接下来我们看到呢 这项手续呢 应该来怎么办理 那么程序呢 根据指定银行办理 远期外汇业务的相关规定 还有各银行作业的规定呢 来办理 那通常的程序是怎么样呢 首先是订约 申请人提供相关的交易文件 或主管机关的核准文件 逐笔填据 预售远期外汇契约 那么金额呢 不能大于相关交易的 交易文件的金额 那么至于交割日 可以是固定的日期 例如是30天 60天等等 或者是选定某一个期间 那么在这个期间之内呢 可以一次或分次的交割 而交割日最常要以一年为限 此外的话呢 就要收取保证金了 银行可以自行决定 要不要跟顾客来收取保证金 而保证金收取的程序 那么由银行 或者是呢 由银行跟顾客呢 来做议定 接下来呢 就是远期到期的时候 办理交割 申请人在提示 期权的押会单据 在信用状方式之下 或者是收妥国外的汇款 在恢复方式之下 或者是出口脱收的款项 在脱收的方式之下 与选定日期或选定期间呢 来办理交割 好 那么在我们这个单元的最后呢 有一个Q&A跟同学呢 来做互动 我们接下来看到问题 如果出口商 因故无法如期进行远期外汇的交割 该如何办理呢 好 如果说呢 出口商还有正当理由 他们没有办法呢 来办理交割了 或者是没有办法如期 来办理交割呢 那么是可以跟银行呢 来申请展期 或者是注销的 这方面呢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这个银行呢 他要退回保证金 而且呢 这个要跟顾客 来扣除呢 这个保证金的这个利息 或者是汇兑的这个损失 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看看呢 我们呢 关键字是什么 我们呢 跟同学谈Factoring Forfitting 还有预售远期外汇 今天课程呢 就到此结束啦 同学 下期再见